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疫情影响台湾恐怕是不可避免 预计台湾在明年农历年后到春天开始流行 流行期大约可能持续三个月 新竹监视一处露营区 昨天传出有母女三人 疑似天气冷 烧木炭取暖 却发生液氧化碳中毒的意外 导致母亲死亡 两名女儿送医急救 详细意外发生的原因由检警调查理清中 新竹县政府指出 业子还没有合法登记 目前是列于辅导名单 不开罚 而消防局也提醒 使用瓦斯炉具应该要保持通风 避免在通风不良的场所 燃烧木炭取暖或是烧烤食物 健保署最新稽查发现 去年有超过5万人 健保费高薪低保的情形 总共少缴7.32亿元 是近三年来的新高 平均每个人少缴1.4万元 健保署表示 去年少缴保费最多个案 是一名从事综合商品零售业的民众 少缴了4.6万元 除了将追回短缴的保费 也将按其短缴金额除以2到4倍的拔还 以色列和哈马斯实施停火协议的第三天 哈马斯释放三批人质 总计有17人从加萨反抵以色列 或是人质当中 包括一名4岁的美籍女童 还有85岁的老奶奶 以色列则是依照协议 释放39名巴勒斯坦的青少年囚犯 预计最后一批人质换囚犯的计划 将在27号进行 以上由公事新闻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